嘿大家好,我是泡泡 各位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有一些医生对病人说话并不是很直白 出于不同的目的 有一些或深或浅的暗示 不知道大家当时听懂了吗 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个总结 看看平常去医院看病 医生通常会怎么暗示病人 不过有一些暗示是真的暗示 有一些暗示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心理作用 下面就跟大家具体来解读一下 今天我想说六种暗示 第一 有没有家人一起来的呀 每当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这种情况可能是存在的 如果是病情比较严重 医生不愿意再给患者沉重的打击 需要先告诉家属 比如癌症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是病情不是很严重 医生只是随口一说 是你的病真的需要家属陪同 比如说需要做一些检查之类的 需要有家属在身边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可以跟医生确认一下 第二 想吃啥吃啥 想喝啥喝啥 一旦一个医生跟病人说 你想吃啥吃啥 想喝啥喝啥的时候 每个人都开始担心自己是否真正能活到明天了 确实一些癌症满期的病人因为治疗的意义不大了 医生可能会这么说 但很多时候医生说这个话也并不代表你完蛋了 比如我有个朋友去年甲状腺癌手术 他本来很放松的心态很好 但是数前两天医生突然说 你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 给我这朋友吓够呛 非常忐忑的做完手术之后 询问医生 医生手术还顺利吗 我还能活几天呢 医生说啥事没有 我朋友说 那你为什么让我想吃啥吃啥 想喝啥喝啥呢 医生都笑崩了 说因为术后要忌口 不能吃太油腻的 并且要吃好几天的烂面条 或者喝西粥之类的 所以你就干脆趁着没做手术 没进食多吃点好的 你看这就是一个误会嘛 因此大家如果听到医生说这句话 也不要特别担心 第三 没啥大问题 或者没啥大区别 如果医生跟你说 没啥大问题的时候 不要放松警惕 一定要跟医生进一步求证一下 是不是完全没问题 还是说没啥大问题 但是有点小问题 我朋友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 笑死我了 他儿子呢 有点包皮过程 就带他儿子到医院检查一下 医生说 虽然不严重 但确实呢 也比较长 应该做包皮环切了 但是不那么着急 现在必须做 看你自己的意思了 我朋友就问 那现在做和几年之后 做有什么区别吗 医生说 这个嘛 只要注意局部清洁 没啥大区别 我这个朋友 他的医学知识 还是比较丰富的 有点懂医疗行业的黑化 也比较敏感 就问 那小的区别呢 医生就笑着说 可能将来呢 女朋友会少点乐趣 我朋友当机立断 做 现在马上 立刻就做 第四 这是我的电话 有时间联系我 如果医生说这句话 有可能是在暗示你送礼 或者送红包 我有个朋友 之前做手术之前 他的麻醉师 主动找到他 说想了解一下情况 这个很正常 因为第二天手术 麻醉师来了解一下病人的身体状况 来制定第二天手术的麻醉方案 这个很合理 但是这个麻醉师 在跟我朋友沟通完之后呢 主动递了一张名片 说 这上头有我电话 你有时间可以跟我联系哦 别忘了联系我 我朋友刚开始有点茫然 为什么要联系你呢 后来他恍然大悟 该不是让我送红包吧 但我这朋友最终没有送 只是他的一种猜测 第五 妇科检查的时候 如果医生问 你有男朋友吗 如果医生给病人做妇科检查的时候 问你有男朋友吗 你结婚了吗 这样的话 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更不要觉得医生心术不正 语言轻挑 因为这样问呢 是想确定你是否有性生活 出现这种妇科病 是否是性生活造成的 从而针对性的去治疗 第六 你自己看着办吧 当医生说你自己看着办吧的时候 你就要好好琢磨一下 医生的前台词 我有个同学 之前由于各种原因去精神科就诊 自费卡和他的社保卡他都带了 他问医生自己应该插哪一张卡 医生直接就把他的自费卡插进去 然后说都可以的 你自己选吧 没什么区别 我朋友重复了一句 哦 没什么区别是吧 医生又说了一句 社保卡呢 会有记录 用就诊卡就没有记录 反正都可以 没啥区别 你自己看着办吧 然后我这朋友就听懂了 这个医生其实非常善良 医生呢 是在暗示我朋友用不会留下记录的那张卡 怕我朋友因为来精神科看病留下记录 而对他的学业职业产生不好的影响 第七 原则上是不行的 如果医生说这句话 代表他并没有把话说死 可能还有回旋余地 比如说 经常有人住院的病人问医生 医生 我晚上没有掉瓶 我可以回去洗个澡吗 医生统一的回复都是 我们现在是在住院 原则上是不可以让你们回去的 医生呢 是啥意思呢 就是你们问我们能不能同意 那我们当然口头上只能劝说 但我们也管不住你啊 所以一般的病人一听就懂了 你问医生能不能夜里回家 医生的答案永远都是不行 但是腿长在你身上 你想跑就跑呗 你别问他 只要有问的 回答永远都是原则上不行 好了 以上呢就是去医院看病 医生可能会给你的七个暗示 你曾经碰到过吗 你听懂了吗 你以后知道怎么处理了吗 我是泡泡 感谢收看 拜拜